我认为非常不容易 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出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现在海归含金量越来越低 然后回国之后反而不如国内的一些毕业生 他的职场能力更强 你怎么理解这个事 其实我对国内目前金融海归人员的需求情况 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今天我是来和这些成功的企业家 有一个沟通有一个桥梁 这样我可以看到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我在哪里 而且我将来如果回国的话 我的发展方法发展的方向到底是我要怎么走 那我们先把上一阵子我们激烈争吵的那个问题扔给他问 你知道996吧 昨天我刚刚听到的时候马云说996 而且是员工的福气 我说马云从美国回去他不可能这么说 而且这不是他的风格 但他的确这么说了 说996是福分 然后我去上网查了 我把整个他的那个说话的那个那一段话 还有整个他的背景和他员工之间的那个交通 就沟通那一块我看了 其实他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什么意思 他在996他的背后呢就是鼓励年轻人 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有你的梦想 你要有你的追求 你不要就是说人福一世 然后不要就是说过一天水天连自己的追求都没有 连努力工作的想法都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在很多成功的人当中 大家都是996 007 我这点绝对是同意的 那你也能接受996 其实我一直都是996 那我们这样来比较一下吧 上面写这个选手的爱好很多 冲浪 高尔夫 网球 还喜欢做饭 厨艺还不错 如果你这些爱好都有的话 你很难996啊 可以996 也可以996 对因为不是说所有的爱好我每天都要做 也不是说我每一个爱好我都要定期 按部就班的去做 就说这些爱好我都喜欢去尝试 因为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你应聘的岗位 第一岗位是什么 CFO CFO 你要求薪资多少 百万 就最低百万年薪 是吧 对 有地域限制没有 要照顾母亲 如果地域限制 给我激动的时间和地点 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如果回来 是不是你还没有下决心回到中国 我下决心回来了 好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是说 你不管在花旗还在复活 你这样子写了一个VP 你具体是在哪个部门呢 我在他的那个 我们叫corporation 就是那个大企业 大企业 好所以那你做的是偏审计 封控还是其他的 做评估 你比较倾向于哪个行业 是你最擅长的 最了解 其实我觉得行业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对因为我接触的行业太多了 因为在我在金融这一块 打了打打打打打 打不过已经十年以上 所有的行业我都接触过了 因为企业发展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中国企业 在学很多外企模式 管理模式 运作模式 那这一块的话 那他更需要我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里 好 天生我有才 来我们直接进入职场经商课堂 工作空闲之余 应该用来兼职 还是用来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我觉得两个 那个兼职要看怎么样 本职工作是第一 因为你既然接了工作 你就要做得最好 那你认为做兼职 真的是为了补充收入 还是为了补充兴趣 我觉得补充兴趣 有些人是补充那个收入 是那种 我是补充兴趣 好 这个答案在你们看来 呈现出他一种什么样的职场状态 他现在属于职场的 可以直接就熟了 拿过来就可以用的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CFO 就他不需要再去雕琢 也不需要再去带了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他的经验 就迁移过来了 但我们现在在场的企业家 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的他的这个经验 能不能本土化的问题 那赶紧闻绕这几个问题 赶紧问吧 您在美国几家银行的工作里头 有涉及到亚太地区的企业业务 有公司 就是跨国公司 他在中国这边有企业 那一些合资公司的 对对 合资公司 有涉及到亚太区的一些并购吗 因为一些会计准则 和一些监管政策 其实不太一样 亚太地区就还没有 对 然后我再问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残酷的问题 没关系 您到最后 假设说您的母亲 就是百年之后 是不是还要回美国工作 如果这边没有什么 要留我的地方 我肯定会去 就说你没牵挂了 你还是不是回美国 我这担心比方说 对吧 他在这儿待不了多久 因为CFO这个党位 不管是CFO还是说 相关在企业负责并购的 这个高管 其实大家还是希望 他能有一定的延续性 而您在美国已经有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的经验 我相信您在那边有资产 有朋友圈 有各方面 可能也已经习惯了 您还回不回 那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当时去美国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下定决心是 毕业以后只工作两年 我就回来 然后十八年 但是没想到 没两年就好的机会 没两年好的机会 那同样我回来中国 目前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我没两年 会不是说没两年 如果我有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有很 就说有那动力的话 我肯定会留下 那因为我们刚刚担心的是 因为你在国外经历 因为你在银行 并且文化有差异 那么如果说对你来讲 你觉得带企业做CFO 和你之前的工作 你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非常会有挑战 因为两个国家的那个 accounting 就是那个财务这一块的 它的政策和它的那个制度 不一样的 对吧 那这块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你拿到ACCE的资格没有啊 ACCE我没有拿 没有 那国内的CPA肯定是没有啊 我不做财务那一块 但是如果说CFO的话 国内应该说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才行 对 这点我会去了解 只是我不去拿那块执照 CFO的汇报对象 应该是直接的是公司老大 CEO 你对于这个 你直接的汇报对象 你有什么忌讳的 或者是哪种人 你是不愿意合作的 或者你更想跟哪一类领导汇报 做你的上司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很好很好 对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跟公司 你的老板之间的那个默契 真的很重要 那首先我 我喜欢合作的老板 就是不要就是 怀疑我 要给我充分的信任 还有吗 那同时呢 就是这个老板呢 要讲话比较直接 不要去藏 或者是不要话 话中有话 你就直接说出来 还有什么 其他还好 其他还好 其实再问下去 你也问不出太多的细节了 只能达不成一个触悟的意向 可能真的要去哪一家的话 还得谈一下 对 更多的交流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主要的故事 主要的故事还是说 在海外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 他其实对中国本土的一些情况 包括人文 包括经济 甚至政策方面的了解程度 略少 另外呢 还会有一个很客观的情况是 在海外的这种大型银行工作 他的专业能力可能略微会 更偏向于专 而不是博 而他诉求的岗位呢 又是CFO 所以这一点 可能包括我 包括在场的其他的企业家 可能都会产生了这个 最后灭灯的一点点的思考 就是他到底在中国 能不能胜任一个CFO的角色 这可能也是很多海归要思考 这只是说 在舞台之上 很多交流还没达到深处 然后台下可能会有一些 企业家会找你 对 毕竟百万年薪不是一个低端职位 这么高端的职位 他们还要更多的被调 更多的了解 好吧 谢谢你 谢谢你们 也谢谢大家给我的机会 和兴趣听我介绍 谢谢你 谢谢